首先就是保險 因為我女兒其實出生的時候也是兩千 也是洋洋傻傻的耶 對啊 兩千多克 兩千 燒餐 瘦 所以我有給他保一些重大疾病險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的小孩 好像六七歲就血癌 然後要換什麼幾歲啊什麼的 所以我就有幫他保一些重大疾病 那還有我覺得黃金淳則是當時 中央銀行總裁彭懷南是說 其實有黃金淳則 我記得他說他是第一號嘛 所以那時候我女兒出生兩歲的時候 我就幫他開了一個黃金淳則 當然都是我的名字就對了 那很多人會送他一些金索片啦 然後外公外婆會送他一些首飾 所以呢我就想說那黃金蠻好的 就給他一顆一顆這樣子賣 你一顆一顆這樣賣 你就幫他變定期定額 對幫他做定期定額 因為金價這幾年表現就不太好 表現非常的差 但是我還是持續的 持續的在扣 所以我覺得金價其實有時候跟那個季節有關 然後跟那個國際的局勢有關 所以有時候很掙扎 就是你又不希望國際動亂 可是國際動亂的時候金價就會漲 對不對 就是 有避險需求的時候他才會漲 是齁 對啊 而且他的波及都走很長 其實我擔心女兒可能會套很久 真的嗎 沒關係 他現在優點他才七歲 他經得起泡 那為什麼我要買黃金蠢子 是因為我有個來賓 他跟我說 因為他們住在迪化街附近 他說他想換車 他就跟他媽媽說 啊不啊 他就是讓他想換一個車子 他媽就說喔好 那你需要多少錢 他媽就拿了兩 他說兩條金條給他 兩條 我不知道那一條可能是好幾十 一公斤的啦 對 大條的 他就換了一台車了 這什麼時候的事情啊 三四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最高一九四零了 黃金一盎司最高一千九百四十塊 現在一千 連一千三都不夠 不知道 這最近是崩盤啦 對 我剛剛有查一千一百多 不要再加了啦 蛤 不要再加了 可是以後如果他說 媽我想要換一台 他想存到十七歲這樣可以嗎 對啊 他如果要換一台車 我就可以給他儘快 我記得黃金的前一波 是套牢三十年了 因為黃金的過程也很差 對 所以說三十年黃金變爛桶 我現在聽到好多人的心碎的一滴的聲音 好多人買黃金存摺耶 要套三十年喔 憲哥 有可能 沒有關係 因為他說媽我要換車 我就說好 我可能給你的電動腳大車 換一台 人家是叫我車 他是電動腳大車 算起來花四十歲可以換一台凱迪拉克啦 可以喔 然後呢 其實比較多的就是基金跟股票 還有美元的儲蓄保單 那基金的話 我就去定期定額滿 那我覺得 其實這幾年操作還不錯 因為台股這幾年都是 你賣台股基金 賣台股基金 那賺啊 然後就是兩萬五 就是一個月給他扣兩萬五 然後他的部分是一萬五 我自己部分是一萬 但都是我的名字 我把它分開兩個帳戶 因為我會搞混 然後大概都有 所以你女兒的帳戶多少 現在報酬率 二十趴 哇 很厲害 有二十趴 我聽過七歲投報率最高的 因為定期定額之外 我有時候就會把它結算一下 就是我到了我的停歷點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賣掉 然後繼續在定期定額扣這樣子 好 那股票呢 股票就是 其實我會幫他買一些 比較小一點點的 因為呢 他的錢幣不是很多 所以大部分就是 大概什麼 食品股啊 銀行股啦 比較少的 大概一兩個月買一張 大概兩萬塊錢 就是一張 那我不會說 買一百股一百股給他 大部分就是這樣 銀行股啊 食品股 類股 那電子股也有一些 那電子股 我就是想說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跟台灣共存王的一些 雖然都是外資 很多電子股都是外資在賣 但是我覺得有些股票還不錯 長期來看 因為我看過一個研究報導 他們不是說以前台積電 如果說一開始上市的時候 你沒有賣的話 現在就只有五六千萬 這絕對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但就只有台積電啦 對 所以我就有給他買台積電 真的啊 對啊 我就給他買台積電啦 就這幾年來 從他剛出生到現在 兩歲 兩歲到現在 那也非常可觀耶 所以你已經買了五年了 對 但是我不是一個月一張 我知道 不過你這樣算起來 也不得了喔 現在我現在給你算起來 一年至少已經超過六十萬了 投入已經投入六十萬了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多啦 其實美元保單 我有買美元儲蓄保單 六年起的那種 對 然後我有在美國 因為我在美國有定存 然後我想說 以後他如果出去念書 因為其實在美國 念大學非常的貴 其實就不得了啦 所以呢 媽媽能做多少就多少 基本上呢 我就是現在還是 給他買美元儲蓄保單 然後六年起 但是我不會再領回來 就把他放著 那一年就是扣五千塊錢美金 非常非常的少 其實不是太多 那還有最重要就是 我覺得我現在有給他一個 一個觀念 因為我女兒對錢沒什麼概念 他跟我說 我那天因為要錄影嘛 我就跟他說 那你現在有多少錢 他就好高興說 哇好多錢喔 就拿六塊錢出來 那所以我在想說以後 可能高中以後就要讓他打工 因為我記得我打工的時候是高一 我在台電打工 幫人家營營 所以我覺得他只要會打工 他可能可以跟人際有溝通 他才了解說賺錢不是太容易 他用了一個這個股票喔 其實蠻多人 我們之前很多集都介紹這個存股喔 如果是想幫這個小朋友來存股的話 這概念跟我們一般人存退休金 應該不太一樣 其實有一點點相似啦 就是說第一個小孩子的交易基金 希望那個母錢不要有損失 所以你就不能要求你的投包力太高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像趙婷他本身他會操作 那當然他可能他獲利可以到20%到30% 那如果一般我們一般的上班族的爸爸媽媽 他可能沒有那個時間看股票 他也可能沒有那個時間去研究股票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比較簡單的 333的一個投資方法 那333就你選擇 選擇這檔股票他一定 過去的三年都要賺錢 那如果過去三年假設都賺3塊的話 那他的配息還有75%以上 那現在價格差不多30塊 那這家公司他的財務就比較穩定 那這個你就可以用定期定額的方式 每個月5000每個月1萬每個月2萬 那你就買他的股票 然後你每一季每一區去檢視 如果他已經他的業績出現了大變化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換股了 那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如果我什麼都不會 那我乾脆就買ETF ETF也是一個方法 不管是這個0050 0056 類似這樣的ETF 但是因為你這個基金 交易基金 因為你是一直存一直存存下去的 所以你一定 第一個你一定要集中火力 你不要像這個造挺 造挺那太多了 它可以分散 因為雞蛋要放在不一樣籃子嘛對不對 問題是我只剩一個雞蛋而已 你要叫他用刷車的 所以你一定要集中火力 所以一般的爸爸媽媽 你如果說能夠提拨10% 那出來當做交易基金 這是OK的